你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你在幹嘛 我們還要做爭議 你到底在幹什麼 他說我們付錢 滿身刺青的男子 在超商做事要毆打店員 引起騷動 旁人全看傻眼 他在忙他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結帳 那你就跟他講一下就好了 我結了 原來是為了結帳問題 起了爭議 刺青男情緒相當激動 一名外國人健壯 趕緊安撫 把他帶離風暴中心 下一秒卻不慎慘衰 摔得不輕 但外籍男子還是耐住性子 要刺青男別生氣了 下去願景也到場 終結衝突 23號凌晨 在信義區松秀路上的 這間超商 現場顧客多 刺青男也喝很多 不滿店員向他確認 結帳了沒 竟做事打人 好在有這位外國人 見義勇為 他在做這個 但我認為他不想要 攻擊他們 我認為他會讓他們感到害怕 然後聽到他 但我認為他很強 來自澳洲的Ben 是在台工作的工程師 外型俊俏 還曾上過綜藝節目 當天他也在附近喝酒 目睹刺青男臭罵店員 他看不下去 上前置之 雖然手流血了 但他不後悔挺身而出 至於鬧事的刺青男 做事打人 超商店員沒有追究 警方也就讓他離開 只盼他下次理性飲酒 三地新聞顧元松 陳玉璇 台北報導